有人说头发是男婴的尊严 也是烦恼的根源 正所谓三切烦恼丝 所以无论是男生女生 都有可能会面对头发的烦恼 想要知道如何改善脱发问题 下一节我们回来一探究竟 两个我发现男性在步入中年之后 有不少都面对脱发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 没错据了解啊 男性过了40岁以后 有30%的人会面对脱发问题 所以这是跟男性荷尔蒙有关 荷尔蒙越旺盛就容易面对脱发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大约在五年前 黄先生发现头发有越掉越多的迹象 他本来不以为意 但看着自己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稀薄 黄先生开始担心自己将来会秃头 完全失去头发 大概是五六年前 我开始注意到我每天掉的头发越来越多 早上起来 我看到我的房间的地板有很多头发 船单和枕头也都是掉发 洗头的时候 我的手上也有很多头发 看了都怕 有两三年的时间 我试用了许多的生发水和洗发水 大概每两三个月就放一种 希望可以减少我掉发的数量 但是这些洗发水对我的作用并不大 我真的很担心 这样下去我的头发会越掉越多 最后会变成秃头 原来你在家吃饱了吗 吃饱了 外面有下雨吗 你头发湿湿的 外面没有下雨 是我的头出油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不是很热 可是我的脸和额头就变成油油的 最近你头发好像少了很多 我也发现我最近掉很多头发 好像跟出油有关系 我也发现到我的脸和头皮很容易出油 虽然早上梳洗干净了 可是不到下午 我就感觉到我的头和脸油油的 一到了下午 我就必须去厕所洗脸 包括额头的部分 我的同事和朋友都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我的头那么容易出汗 我也感到很尴尬 Mr.Mo 哇 人家是扭得很久了 你约着洗脸 没办法了 不然整天头油油脸油油 OK OK 因为头发和油腻头皮的问题 我的自信心也受到影响 除了不敢交新的朋友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也没有自信心 因为我会觉得 他们都在看我的头发 后来看到云南的广告之后 我就决定去云南 了解一下我的头发的健康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你的那个头皮 是非常的油腻的 Sally 请问黄先生的脱发问题 是不是跟他油性的头皮有关呢 是的 因为他的油脂线过于活跃 分泌过量的油脂 形成油垢 而造成毛囊主射 并导致脱发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这样有可能会变成秃头 秃头这么严重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避免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头皮很油 最好是每天都洗头 保持头发的清洁和卫生 此外释取均衡的营养 避免高油脂和煎炸的食物 多吃蔬菜和水果 都可避免油脂分泌过剩的问题发生 但是如果像黄先生这样 他每天都很勤奋的保持头发的干净 可是还是一直掉发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他的情况已经不受控制了 应该马上寻求护发专家的协助 那你会如何帮黄先生护理呢 首先我们会为他头皮进行生存洁净 去除他头皮的顽固油脂 再平衡他头皮的PH值 指毛孔重新打开 吸收养分 接着再为他进行 由数十种的天然草药配置而成 用来巩固发根的护理 头皮充分吸收了草药的养分后 头发就不容易脱落 同时我也会尽忠为他使用精华素 主要是帮助头皮锁住养分 让养分故意流失 云南的护理真的很棒 我很久都没有感觉到我的头皮这么的清爽和干净了 云南的护发专家也很专业 还会为我做头部按摩 专家也会配合黄先生的头皮情况 提供一些适合他的护发用品及养发录 让他在家里也可以保持油脂平衡 即为头发补充营养 经过四五个月的定期护理后 黄先生的油性脱发问题有了显著的改善 黄先生 我看你现在的头发 我很难想象你以前曾经脱发 是啊 真的是难以置信 自从接受了云南的护理 和使用云南的护发产品之后 我现在掉发的数量减少了很多 洗头的时候也不会掉那么多头发 我头皮油腻的情况改变了很多 也不会一下子就满头油油的 我也变得比较有自信了 真的很感谢云南的帮助 如果让油性脱发问题持续恶化下去 很有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秃头 但是就如其他脱发问题一样 只要尽早察觉并接受护理 脱发问题是绝对有可能得到改善的 所以如果你也面对油性脱发的问题 别犹豫了 马上像黄先生一样 寻求专业护发专家的帮助吧 你也想解决头发问题吗 首五十位答对以下问题 就能允许一次免费云南草药剑发物理 云南剑发中心是解决各种头发问题的专家 A 是 B 不是 马上SMS YNC8姓名和答案 指8382323232 指8382323232